樱花是春天的限定 今天我打算彻底放弃低调美学 毕竟一年只有一次春天 盛开一束樱花在蛋糕上 清风徐来,梅香沉迷 先来制作一个不会开裂的蛋糕卷 玉米油和牛奶充分乳化 筛入低粉,再去五枚蛋黄 全程Z字形搅拌到顺滑状态 蛋清分三次加糖,打发到这种小弯钩状态 与蛋黄糊混合均匀 取几份少量的蛋黄糊来调制樱花的颜色 红丝绒是花朵,猪谷是枝干 绿色是树叶,浅浅的蓝绿色来当背景 由边缘到内部来填充 烤箱设置155度,提前预热 烤25-30分钟 蛋糕烤好后彻底晾凉就可以作画了 在平面的樱花图案上来添加细节 让它一点一点生动沾湿起来 这是考验你耐心的绝佳机会 也充满了趣味 你有没有跃跃欲试的冲动 最后把蛋糕反过来,涂过奶油 铺点春天的水果 利用擀面杖轻松卷起来 樱花蛋糕卷就出现在你眼前了 落鹰缤纷,美好的事物都是那么短暂 如果你没有来得及赏着美景 那就跟着我一起做个蛋糕 用双手留住这份美丽吧